那正在浇水突然想起个事来 就是日本打算排放这个河废水往海里边 这个有的臭宝说老华依这个东西 对这个养花有什么影响吗 你们把水关了吧 其实呢你说到这个养花 对咱们养花最多的一个就是 叫什么呢 叫变种变异 你像很多的这个杂胶品种呢 你包括天狼啊 包括一些个奥斯丁啊 包括一些个比较牛的一些个 这种育苗育种的一些个专件呢 它们会采取以下几种 一个是自然变异 就是你像几十万克里边 可能有一个它就基因突变了 还有一个呢通过种子的杂胶 就是因为受粉嘛 各种花粉的一个杂胶 然后出现了种 还有一个呢就是药物的引诱 这一方面呢 你说到日本啊 日本还是正在行 你像到了日本那边呢 它们更多的是采用各种的药物 去折磨这个植物 让它去变异 河废水也是相同的一个道理啊 它也会让很多的这个植物 产生各种的一个变异 那有的话说 对咱们人有没有什么影响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啊 你听它说的好听唱的好听 那有的话会这了那了的 刚才有的话 看到我们直接喝了 你像我们大棚里面 现在呢 安上净水设备以后 都是达到饮用级别的了 所以说来浇花 扯来扯去 花儿没懂这个事就行了 河废水这个事呢 我小人物也担待不起 但是花儿问起来了 对咱花的一个影响 可能有部分花会嗝屁 可能有部分花 由于体内的这些放射物质超标啊 它就会突变 比如说花儿 你可能理解不了 什么叫放射 你就这么给你理解吧 就是你叫隔空打雾嘛 你比方说我离你这么远 我一掌打过去是吧 你可能感觉不到 但是那些放射性物质不一样了 它这它可是自然的就散发 散发它就散发到你体内去了 就叫辐射嘛 叫射嘛 就跟那个光照是一个道理 就会存到你体内了 多了人就嗝屁了 少了可能就突变了 可能搞不好 一段时间我大舅子就哥斯拉了 懂得是就行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啊 其他有问题呢 可以视频下留言 记得关注啊 我是老花一 两花最长一 白了是我